我给姑姑打点秋葵去 那就是水里的羊鸡 我们家的这个漏炉花 跟这个秋葵长得真的很像 杨姐你看一下 小英子家的这个是不是 跟你们的那个秋葵很像 这个漏炉花只是长得短一点 这个秋葵长得长一点 他们两个真的很像 听说这个秋葵 可以一直糖分的吸收 对这个糖尿病 有很大的好处 所以说小英子的姑婆 得了糖尿病 有几年了 今天我给她拿去 姑婆肯定没吃过 也不知道怎么做 今天我就给她做 姑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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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婆还家了 干活还没回来 不在家 哎呀 这个口语吞胸了 不赶紧的 把这个秋葵放在冰箱 不然都坏了 保鲜 希望他待会在家 姑婆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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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菜 拿给你们上西方 你们可是没弄过 这个主要是吃了最大的 所以我想给姑姑拿来炒 牛肉 烙骨也没掉不掉? 烙骨也几个人家 今天那个酒骨骨的酒骨骨生 我给你拿来 还没有人 做下午 我当老黄自己 你人家买回来的菜 买来的卤菜 这个切的时候就要注意点 不要让里面的液体流出来了 精华在里面 这个秋葵 等水开了 不要去炒三分钟就可以 这个放点盐 保持这个颜色比较绿 今天做一点 姑姑第一次吃的菜 是啊 还没看到 现在煮熟了 就把它捞起来 姑姑加点小辣椒 炒生姜 今天是这个冷酱 不? 现在是 倒点青油 花椒 花椒 可以吗 你们在做的时候 都大蒜 最后放 油的淋淋 放一点加油 放一点醋 现在这个甜料就已经弄好了 搅一搅 搅一搅 淋上去 接中午就可以 开饭了 三条 你还要好吃? 嗯 可以 它很滑 它的营养 不是滑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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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个 有点像这个腹皮椒的味道 哦 面的秋葵做出了 腹皮椒的味道 好朋友们 想了解小银子 家乡更多土豆茶 请关注 视频下面 了解更多 来西瓜视频 关注小银子和小瓶子 好